2008年7月31日,一個再寶冬不過的一天 但在11年前的這一天,李偉剛在Manitoba省灰狗殺人案 軍動了整個加拿大 2008年7月30日晚上8時30分左右 李偉剛在由加拿大Edmonton至Winnipeg的長途汽車上 揮刀砍殺了一名素不相識的無辜青年女客Tim McLean 撤下這個受害人的頭顱,並且刪吞了受害人屍體部分的肉塊 事件發生在Manitoba省附近的Portage-la-Paris 即是與Edmonton市前往Winnipeg的途中 當地時間2008年7月30日中午12時01分 受害人Tim McLean在結束他在Alberta省工作後 他正準備搭車回到Manitoba省的家中 他乘坐這個灰狗的巴士1170號 從Edmonton市出發到Winnipeg市 當時他坐在巴士的後方 靠廁所前一排的位置 下午的6點55分 嫌疑人李偉剛在Manitoba省的Ericsson附近的停車站上車 當時李偉剛被形容為一名40歲左右的高個子的男人 光頭、戴墨鏡 原本坐在巴士靠前的位置 但在之後的休息站上車後 卻坐在Tim McLean的輪座 兩人並沒有任何交流 之後Tim McLean靠著車窗戴上這個headphone開始睡覺 據目擊者說 當時Tim帶著這個headphone睡覺的時候 坐在旁邊的李偉剛突然拿出一把很長的Rambo刀 刺向Tim的頸部和胸部 事發後 巴士司機馬上把車停靠在路邊 然後和其他乘客一起離開巴士 襲擊者隨後把Tim的頭斬下來 並向車外其他乘客 展示他剛剛割下來的受害者的頭腦 司機和另外兩名男子 曾經試圖上車刑救 但被李偉剛揮舞這把長刀 將他們驅趕回車下面 兇徒李偉剛之後返回Tim的屍體旁邊 開始切割受害人身體的其他部分 而且刪吞了部分屍體的肉塊 晚上八點半 加拿大王家騎警RCMP 收到發生在灰狗巴士刺殺事件的報告 當他們趕到現場的時候 嫌疑犯仍然在巴士上 巴士司機和一位經過的卡車司機 用一些棍和鎚當作武器 防止疑犯下車逃走 其他的乘客擠在腦旁 他們有些在哭 有些在嘔吐大作 因為疑犯之前曾經嘗試離開巴士逃走 巴士司機開啟了巴士的緊急鎖子系統 導致巴士無法啟動 目擊者稱 嚴疑犯切割了天麥克林身體的部分 並攜帶受害人被割下頭腦 晚上九點中 警方仍然與嚴疑犯對峙 並召集了談判小莊和武裝小組 疑犯被目擊在巴士上來回踏步 並繼續破壞屍體 警察目擊了李偉剛食用屍體行為 當時滯留乘客被騎警帶來現場 根據王家騎警當時的報告 他們聽見李偉剛說 我必須永遠留在車上 在當地時間的2008年7月31日凌晨1時半 疑犯企圖破槍而逃 王家騎警隨即逮捕了李偉剛 李偉剛被電槍電擊兩次 然後帶上手扣 警察在現場一些膠袋裡 找到受害人的屍體部分 並在李偉剛的口袋裡 找到受害人的耳朵、鼻哥和舌頭 受害人的傷眼和部分心臟已經找不回 並推斷已經被李偉剛食了 在早上的10點鐘 灰狗巴士的代表人 帶著其他乘客買了衣物 補償他們 還留在巴士上的行李 乘客在下午3點半抵達Winnipeg 可以與家人朋友團聚 在下午3點半抵達Winnipeg 在下午3點半抵達Winnipeg 在下午3點半抵達Winnipeg